我看法也有乎乖的 所以完全來自於你自己個人的定性 然後跟我覺得跟個性是絕對有很大的關係 你會怎麼樣來自人的個性? 找個什麼? 非常參與 然後 然後 嗯 平時的性能夠 很正 然後 就是不太能夠克制自己的情緒 然後 差不多吧 對 因為我們其實沒有 都是有同樣的性格 所以就聚在一起 你有去研究過你這個 看你啊 這些個性最後的理由 是因為你想要引起人家的體力 還是你想要讓人家覺得 其實應該是 讓自己更強大 但是這是 這是錯的 就是 因為你覺得 你如果不 不夠強勢 不夠強 那你就會被我欺負 那麼 自己就 你又被人家欺負過嗎 還是都是你欺負別人 小時候當然也是 小時候還是有 因為 因為我們 我們一定是慢慢長大 我們不是永遠 我們不是直接就是 到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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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定會有學習 或者是 小學的 國中的 高中的 這樣子的一個 情節 所以我們 比如說在小學的時候 附近的 這個 國中 也會找我們 或者是其他 學校的 所以 我們就是 慢慢的 我們也是 慢慢的著重 慢慢的 對啊 對啊 本來就是 小時候還沒發育 就是一個 但是小時候的優勢 是我們是小孩 對 小孩再怎麼樣 都還是有一點優勢 只為優勢 就是說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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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棄你還是個小孩 但是 如果你再長大 哇 當然很怕 所以 可能會被修理一點 所以說 國中高中生 來找你的時候 有時候你們打架 打一打 看你年紀還要弄你 可能 可能 對 所以 你其實 一直以來 應該都算是比較秀 對不對 但是 但是 我一直在訓練 我自己的 本身的能力 所以 這個故事可以告訴我們 說 這個叫做的是 自身的條件 大家不用覺得 真的 真的 我覺得這是必須的 靠什麼東西訓練 你會在家 經驗 經驗 太厲害 打架打多了 真的很多 每天都打 你那個時候 好像還會去 打人家 是你 會自己舉動 看人家討厭 霸凌同學 那種 這些都可以講 我會 以前 以前 我會 每一次就 然後 我以前 都扁你 從那個人 從早晨到 你 你會看到我 這可以說我嗎 因為他被你扁的時候 他還不最硬對不對 他會一直反而看 所以你就 變成這樣 因為我知道 他也很想扁你 但他不敢 他比你不贏 不是 因為他知道 我 我還破壞 然後 所以你說其實 我就說 我還沒缺